我不是韓粉 我是国民党党员 以前是不是也挺他 对 我国民党党员 我还是很资深的党员 韩国一世我们党内同志 我又是高雄的人 他在新前高雄市长 我理应挺身而至 所以说我每一次造势都有下界 还有我是高雄人 我高雄有很多票 我弥陀乡的人 还有以前我乡里面的人 有很多搬到高雄去住 所以他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你会挺他吗 当然一定要 那你现在觉得 他高雄市长做得怎么样啊 但是为什么 我这次不挺他选总统 因为我当时给家乡的人 给人家拉票 也就是说 苏村那个过去的这个民进党 在高雄之政 大家可能并不是很满意 那么现在我国民党的同志上来了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高雄市长 他的口号很简单 他要让高雄发大财 人民要的是什么 人民要不是要官职 人民要的是钱 老板我也要请教你 你一开始本来挺韩 后来变成反韩 你中间应该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嘛 比如说是不是 他对于这个国民党里面发了五点声明 对这个部分是不是 当然我也不满 因为我们是支持你 很拼命的来支持你 选上市长 但是你就回来批评这些大佬 你的意思是说 当时大佬们也都是 尽心尽力的帮您 对不对 那现在说没有功劳又苦劳 我们参加的国民党 一满钱都没有拿到 我们还要缴党会 还要花汽油的钱 跑去支持你 我不是住在高雄 我住在台北 住在台中 我每一次都要 都要去高雄来捧你的餐 我七十几岁了 还要有这样一个动力 你回过 选到高雄市长了 回过头来骂我们 中央都是钱贵 都是密室协商 为什么你没有选上的时候不骂 等到你还没选的时候骂的时候 我看高雄市都不要选 选上了以后反过来骂大佬 就让你觉得说很不甘愿 这个当然 人啊总是 人家说稍微要有人情愿 有可能人情愿就没有 是要做总统 等你做总统的话 我们饭都不要吃了 不然做到市场就开始骂我们了 钱贵了又是什么死吧 所以说当然 自己党内同志 这个样子酸 坦白讲 站在大佬的心情是怎么样 是非常难受 我已经胃到我心都凉了 我心都为什么凉呢 因为我为了三分造势 我要开车下去 要坐车下去 要干什么 要停车 你三场都有去是不是 三场都有去吗 三场都有去 还有呢 康山那一场呢 很巧合 因为我司机的大肠癌 去健检 然后我又找不到司机 我自己开车下去 自己开车去 我是迷陀人 我在那边停车 停了半天 我又停不到 然后停车就走了二行钟 也是很卖力 我七十几岁 还去开车去给他捧场 还要找乡亲 然后我堂哥 在康山 我请我堂哥吃饭 去吃羊肉 我问那个羊肉的老板 他说你康山豆瓣酱 很好 你有多少 我钱买 我去创在高雄的经济 我是替韩国瑜 创在高雄的经济 你真的很耐力 请我堂哥吃羊肉 还替韩国瑜老板 豆瓣酱都全部都打包了 好 那人知你怎么看 像有很多人 正在背后 是这样子帮韩国瑜的 当中应该也包括了赵首博 可是你看看 像媒体就讲说 什么老蓝蓝 都这样子讲的话 那对于有很多的 在里面本来就蔡新的人来讲的话 那更难了 你知不知道怎么整合吗 这个我当时 我觉得用这样老蓝蓝 可能不是非常恰当 今天有一天 也会变成老蓝蓝 还很糗 他会变成老绿蓝 老绿蓝 我现在就老蓝蓝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 是为了要整合 所以也不用去特别区分 说你是什么族群 我是什么族群 现在大家就是蓝 可是就有媒体这样区分 我觉得韩国瑜 他个人并没有不敬的意思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妈妈觉得 有一种人妈妈觉得你冷 其实不是要笑妈妈 而是觉得妈妈 因为都过于关心我们 都会怕我们冷 就谢谢妈妈 就像赵首博一样 有一种罪是 是长辈觉得你会罪 他是这样讲吗 对 就是说我们是尊敬长辈 长辈是出于关心 但是其实我不会罪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要 凸显这一点 其实我并不是不支持韩国瑜 我是支持他显市长 你承诺的事情 我们人要信所承诺 什么叫信所承诺 你讲了半天说 我明天给你一千块 你又不信所承诺 我们当时进显的时候 我们信事单单的信显这个承诺 我认为支持你显市长 大家都已经那么高票选上 好不容易 现在你要信所承诺 来把高雄做好 你高雄做好了 以后你不要说选总统 到时候一下子就当总统 我这个人是信所承诺人 我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说 也不是说很排斥的韩国瑜 我跑了33肇事期 为他拿票 我都心甘情愿了 我自己花钱 我一码钱也没得到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的人诚信最重要 你可以讲高雄做好 做什么做什么 你应该信所这个承诺